哈喽大家好,又是我小飞 今天我们来挑战做的是 寿司龙卷 一起来吧 我们准备一张纸菜 然后拿一个饭团 均匀的把饭 给铺在上面 均匀的铺满 特别是四个九 要把它铺好一点 然后我们 把寿司洗手拿上来 把饭丢过来这样子 好 接着我们呢 放这个青瓜条 然后放入我们的 鰻鱼 鰻鱼最好用微波炉 把它节热一下 这样吃起来更好吃 然后我们呢 就把它 卷过来 这样子留有一点边口 这里定型一下 这样子基本定型 然后再转过来 再拉一下定型 基本就要这样子定好了 把席子 这样子 这边的口压一下 让它更加紧实一点 这边也压一下 好 牛油果一开为二 把它这样子 掰开 这个牛油果有点熟 然后用刀子刀尖一剁 这样子硬点 它就拿出来了 一笔的牛油果 我们将它这样子 切一条龙皮出来 也会铺在我们的寿司结上面 这样子一扁一推 一削一推 够一条 OK 然后我们用刀 轻轻的 把牛油果皮 这个牛油果皮 拖起来 然后这样子 放在上面 OK 加点鱼纸上去 均匀的 铺上去 铺一个 铺一个 铺一盐啊 再来一点 OK 1块保鲜膜 这样子把它盖住 然后 我们拿寿司洗一洗 按压一下 这边也按压一下 我们就把它切成8块 再把这个酥酥磨给翻过来 再给它按压一下 接着我们摆完就OK了 把保鲜膜这张给掀掉 在这摆上我们的碟子 今天的酥酥浓尖就完成了 漂不漂亮 我来试吃一个 清光蜕甜 有像鳗鱼的鲜香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小飞的记得订阅关注留言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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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